虫不得来 这是虫的甲骨文字形 字形分析 虫这个字可以表示多种含义 其中一种含义呢 就是蛇 那么这些课呢 怎么讲 都是跟蛇有关系的汉字 上面呢 是蛇的头 下面是蛇的身体 这是一个蛇 身体 它挺立的样子 这个字呢 是虫的经文字形 蛇的身体 蛇的头部 这个字呢 是虫的小钻子形 字形分析 右边呢 是蛇的头 蛇的身体 上面是蛇的性子 这个蛇还是非常形象的 后来这个字呢 变成了虫字的虫 那么在这里呢 虫字就代表蛇的意思 接着看这个汉字 这是一个器皿 在器皿的里面呢 放了两只 毒虫 它就是两个 像蛇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动物 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两只蛇 在一个器皿放两只蛇 目的呢 就让这两个蛇去打斗 后来呢 这个字又变了 这是一个器皿 有底座的器皿 而且有把手 在器皿的里面呢 放了三条蛇 那么在这里呢 它既可以代表蛇 也可以代表一些 爬行类的 这样的一个虫字 这是一个器皿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爬行的那种虫字 或者蛇 后来这是它的小端子行 右边呢 就变成最终的汉字 这个字呢 就念鼓 鼓就是把虫字放到器皿的里面 就是鼓的意思 传说呀 我们用人工排育毒虫的一种方法 就叫鼓 而鼓呢 就是把蛇 鲁公 蜘蛛 蝉蝠 壁虎 等 这些有毒的这些 昆虫 或者动物 给它放到一个器皿的里面 之后盖上盖子 不喂它食物 那么这几个毒虫啊 互相 啃食 最后剩下来的那只呢 古人认为啊 这是最毒的 所以呢 这是一种 来制造一种毒虫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叫鼓 后来呢 这种毒啊 作用来害人 所以叫鼓惑 鼓惑人心 在汉朝的时候呢 把人腹中的寄虫啊 也叫做鼓 这就是鼓的用来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 最后一只这个毒虫啊 要把它晒干之后啊 研磨成粉末的 这个粉末呢 就可以用来毒害人了 古人所以说 把这种毒害人的东西 就叫了鼓毒啊 这就是这个鼓字的用来 接着看这个字 左边呢 就是一个蛇 右边呢 是一个 哎 草 草 中间 是犬 下面仍是草 那么之前咱们讲过 右边呢 就是蟒 哎 蟒呢 就是草莫茂盛的 大的是广阔的草原 那么这个蟒字呢 它有广大之意 所以呢 和左边的蛇放一起呢 就表示 哎 大蛇的意思 那么大蛇呢 就叫蟒 蟒是一种无毒的大蛇 体长可以达到六米 大多呀 都生活在进水的森林里 啊 专门捕杀一些小的禽兽 啊 这个字呢 就点蟒 大蛇的意思 先看这个汉字啊 右边呢 是富 富什么意思呢 中间呢 一个圆圈呢 代表一个 哎 生活的部落 在这个部落的两边呢 会有这个望楼 望楼是 就是港楼 来保护这个部落安全的 所以两边呢 各有一个望楼 这是一个 一个村寨的啊 前面的这个望楼 它表示一个存在的入口 下面呢 画了一只人的右脚 右脚朝下呢 在汉字那种啊 就代表回来 或者是向下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右脚啊 就是回来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呢 就叫富 哎 就是去了又回 就叫富 右边是富 左边呢 是个虫 所以它是一种蛇 什么叫蛇呢 叫富蛇 哎 这是它的小人字形 富蛇呢 这种毒蛇 它的特征呢 就是体色灰褐 而且有斑纹 头部略成三角状 有毒牙 这种蛇呢 就叫做富蛇 一种灰褐色的蛇 好 接下来看这个汉字 左边是虫 代表蛇 右边呢 是葵 这个字呢 就叫葵 葵呢 也是一种毒蛇 生怀在三连 或草地上 葵蛇科 是一种有毒的蛇类 有时呢 也指与之极静元的 就响尾蛇科 挨的蛇类 这是葵啊 葵蛇 接下来看这个汉字 左边呢 是雾 在人的头顶上 画一条横线 这个字呢 念雾 右边呢 是虫 仍然代表蛇的意思 那么这个字 就念 毁 毁是古书上 说的一种毒蛇 后来人们呢 把它称为蜥蜴 这是后人对他的付费 本意呢 就是一种蛇的意思 常见的跟那个虫子有关的蛇呢 就这些 接下来看这个汉字 这个字呢 仍然是一个蛇的样子 这是蛇的性子 蛇的头部 中间呢 是蛇的身体 后来这个字 发生演变 变得更加复杂 仍然是蛇的性子 蛇的头部 中间呢 是蛇身上的花纹 仍然代表蛇的意思 这个字 它的小专字形 性子 蛇的头部 之后 蛇的眼睛 蛇的眼睛 加身体 到它的尾巴 这个字呢 就念他 他怎么来呢 咱们看它的字形 也变过程 好 上面那个蛇的头部 和眼睛呢 就变成了 我们说的宝盖 宝字盖 叫棉布 棉布 这左边那笔呢 变成了 右边这笔呢 变成了皮 这个字呢 就念他 这是他的由来 他的本意呢 就是蛇的意思 后来这个 他被用来代指 所有的那些动物了 他是个代指 所以呢 我们又创造一个 新的一个蛇字 把虫和他 相组合 就变成了蛇 其实这两个字呢 都是蛇的意思 虫 右边呢 是他 他呢 就是一个舌头的样子 他的蛇的身体 特别短 上面是杏子 这就是蛇 这个字的由来 先来看这个汉字 这个字呢 他仍然代表 蛇的意思 仍然是蛇的头 跟他的字形 是一样的 那到小战的时候呢 字形发生了改变 蛇的杏子呢 他就变成了 两根杏子 因为蛇的杏子 的确是两根 这个字呢 特别像蛇头的样子 蛇的身体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字啊 也 也可以说呢 也可以当成蛇 其实呢 它并不是蛇的意思 它有其他的意思 但是在有的时候呢 也也确实跟蛇有关系 比如说 这个字 这个字呢 上面叫威 下面叫仪 怎么来分一下 威仪 荷苗 这是蛇苗 右边呢 是个柜子的女子 一个女子啊 正在怎么样 一个女子正在 治理蛇苗的意思 弯腰治理蛇苗的意思 后来那个字形 发生改变 变成上下结构 上面为蛇 下面是女子 女子 去治理蛇苗的时候 要弯腰治理蛇苗 所以这个字呢 唯 唯这个字呢 就有弯腰之意 那就代表啥 代表弯折之意 所以呢 左边看一下 这是路 这是左脚 代表行走 连在一起呢 走路 怎么走路呢 弯折的去走路 因为尾的本意啊 有弯折之意 所以叫啥呢 弯折去走路 这是这个尾字的又来 接着右边呢 是疑 疑呢 这是一个 蛇的头 身体加蛇的尾巴 这是也 左边呢 是啥呢 这个蛇 走路的样子 呈现一个弯折的样子 右边呢 盖着蛇 它如何走路的 弯弯曲曲的去走路的过程 左边加一个路 加一个左脚 仍然是常态 弯折的去走路 这两个字就相同的字以后来呢 所以后来呢 把这两个字啊 变成一个词语 就叫做威夷 威夷就是那种 弯弯的曲折的 拐来拐去的 就叫威夷 后来这个威夷啊 经常指一个山路 山路威夷 我们看右边的图片 这个图片当中的路啊 就是弯弯折折 拐来拐去的 叫山路威夷 那么这里的也呢 仍然跟蛇有关系 但是这个也跟蛇有关系的汉字呢 并不多 常见的呢 就这几个 接着看这个字 好 这个字呢 仍然代表蛇的意思 这是一个蛇的样子 蛇的头部 身体尾巴 舌头很宽 好 这是个蛇的样子 这是蛇的性子 这是这个字的小端字形 没有太大变化 后来这个字啊 就变成了八 八有时候 也代表蛇的意思 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 尾巴 这个尾 口语当中啊 念尾 尾巴 为什么尾巴 叫用巴来形容这个尾呢 因为很多动用的尾巴 是呈条状的 那么条状的这种尾呢 就像一个蛇一样 所以加一个尾巴 咱们说尾巴 这个字呢 就是八 蛇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呢 就印证了八 是蛇的意思 尾巴 就这么来的了 接下来看这个汉字 左边呢 是人的心脏 代表人的心理 一个心脏 右边呢 是白 那么这个字 咱们很多人都认识 这个字呢 就念怕 怕叫惧怕 那么这个字呢 是个非常耐人学位的汉字 为什么呀 我们说怕黑可以 但是白 有什么可怕的呢 哎 我们惧怕白吗 有人认为啥呢 说白呀 代表没有 就啥呢 人空虚 人还怕空虚 这个呢 其实并不能代表怕 所以这个字右边呢 根本就不是白 接着咱们看一下 这个怕的 它的一体字 哎 在很早以前呢 人们发现另外一个字 也念怕 它也是跟它相同的字 也就惧怕的怕 左边呢 是人的心 右边呢 是个八 就是蛇的意思 右边是一条蛇 是八 那么这个字形呢 发生改变了 下面呢 直接是变成了 一个心 加个八 那么这个字呢 在过去啊 就念怕 就是惧怕的怕 所以这个字呢 才是正确的 什么怕什么呢 我们怕的是蛇 哎 惧怕蛇 所以怕的由来呀 这是正确的 而上面呢 字形发生改变啊 这个蛇的样子呢 发生改变 变成了 哎 这个字形 仍然是啥呢 哎 蛇的样子 但是如果啥 这里出现断比了啊 断比了 所以呢 后来呢 它就逐渐的 就变成白 这个字形了 这就是它为什么是白啊 是由这个啥啊 是由这个蛇的形状 一步一步 变成白的 好 这个字呢 就念怕 怕这个字呢 我们要从那个 一体字当中啊 去考证 汉字由来呀 哎 是一个方法和技巧 哎 记住一体字呢 往往才是汉字 它本来的样子 这是怕的由来 接着看这个字啊 这个字点爬啊 右边呢 就是代表蛇的意思 因为蛇呢 是贴着地面行走的 左边呢 加个人的爪 爪呢 就是竹 哎 动物的竹 所以什么叫爬呢 哎 贴伏在地面上 用爪子行走 就叫做爬 哎 如果不加爬呢 爪子就代表行走 那身体悬空 所以爬的本意呢 就是趴着 哎 去行走 就叫爬 右边小孩呢 就是身体 紧贴着地面 用手啊 去爬行 这个字呢 就念爬 所以这里的蛇 代表的是 贴着地面 哎 来行走 就叫爬 好 这些呢 都是跟蛇有关系的汉字 顶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